是1902年青末出世的半日安 是粤劇著名丑身 原名李鴻安 是廣東南海人 半日安的太太 是著名花旦上海妹 就是很多人的偶像 包括鄧碧雲的偶像 都是上海妹 聽聞半日安和李海川 李小龍的爸爸 還有廖合懷和葉佛若 合稱是粵劇四大名丑 我真的很想問問 資深的戲迷 究竟幾十年前 是否真的叫人做粵劇四大名丑 知道的朋友 歡迎你留言告訴大家 好啦 有沒有人想過一個問題 半日安 為何叫半日安呢 給3秒你想想 1、2、3 時間 據問 半日安 這名是由馬斯珍幫他改的 馬斯珍說 君子難求半日安 從前的君子幽國幽民 確實難求半日安 在馬斯珍和半日安改這個藝名時 有人估計 馬斯珍是參考了論語 學兒中的紫藥 君子食無求飽 居無求安 敏於事而慎於言 有道而正言 可謂好學也意 早年 半日安加入了 靚少鳳班演戲 後來被馬斯珍收為意圖 不過這裡有兩個說法 有些人說 她是歪丫師傅 有些人說 她是師傅 其中在1962年9月娛樂畫報第15期中 有一篇文章 文章作者是禮記羅禮明 他這樣說 半日安並非馬斯珍徒弟 指示他在其劇團任拉扯 心得馬士喜愛 誰口頭上專稱他作師傅 不知道有沒有他們的朋友知道真相呢? 不過無論如何 他們一定好朋友 因為半日安的藝名是由馬斯珍改的 我不信你 怎會找你改名呢? 馬斯珍邀請了半日安加入大羅天劇團 任二花面 到第三年升為醜生 在1929年 半日安與馬斯珍等人 去到越南、美國等地演出 可能你會見到 有些資料不是1929年 而是1931年 沒錯,包括半日安的出生年份 有資料是1902年 亦有資料是1906年 大家唯有把文字記錄作為參考之用 為何無端要特別提半日安 跟馬斯珍去越南、美國登台 有什麼特別呢? 很多粵劇紅靈都去登台 重要的地方是1931年 當半日安跟馬斯珍去美國 表演粵劇的時候 就在這個旅程 認識了著名花旦上海妹 她就是因為跟馬斯珍去美國 就認識了一個美女 還娶上海妹做老婆 所以沒有托迫的朋友 不要代字歸宗了 出去逛逛 你看看半日安出去上班 就認識到自己的老婆 兩個人結婚之後 還生了一仔一女 半日安在1933年加入了 馬斯珍組織的太平劇團 而在1936年 就轉去蝕角仙組織的角仙星劇團 她一定很厲害 在A劇團做完 三兩年就轉去B劇團 她當初學戲半年可以登台演出 十七歲第一次踏足舞台 最先演的是大花面寒檔 後來就做醜身 也有反串老蛋 她在角仙星劇團首本名曲有 《閻言一笑》 《前程萬里》 《王超君》 《南蒲野桂香》 《西絲》 《含笑飲坯霜》等等 而她的首本名曲就是《湖北龜》 是由馮智芬編劇 《上海妹》 薛角仙和《半日安》 一起合演的 《湖北龜》確實大受歡迎 被觀眾叫她做 原裝《湖北龜》 一定是厲害 當你是徵牌吧 半日安的太太 是著名花彈上海妹 她在新加坡出生 原名顏絲莊 她爸爸顏杰兄是粤劇小身 上海妹 自小在南洋登台 戰場演武器 她的師傅是新加坡著名的南花彈余秋耀 另一位師傅 是以武器著名的女蛋聖聖裙 做戲幾年之間 上海妹由梅香升升升升升到靜印花彈 在南洋的葛州府浮演出 剛才提到 半日安一位跟馬斯珍去美國演出 所以才認識上海妹 1931年 馬斯珍去美國演出 就聘請上海妹 所以一起上班就認識半日安 於是千里因緣一線軒 一個在新加坡 一個在香港 結果在美國結束 她們兩個在廣州結婚 將從父母之命 梅鑽之言 用大紅花彈接新娘 舉行的是 靜靜色色傳統的婚禮 我覺得挺對的 靜靜經經 說給全世界聽 我娶你了 各位鄉親父老 這位小姐 我是靜靜經經 用大紅花彈娶她過門的 結婚後 在1930至50年代 兩夫妻 一齊在戲班演出 營影不離 呼唱苦隨 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 半日安和女玉郎 上海妹組成三王班劇團 回到肇慶和桂林等地演出 真正有本事的演員 你給她什麼角色 她就演好什麼角色 在1942年的時候 半日安和她太太 在澳門演出 陳公罵草 兩夫妻在台上 你真是猜不到她 上海妹 鮮鮮 一出場就飾演雕蟬 後來 黏筆鬍 飾演陳公 半日安 半日安開頭飾演 雷卓 之後就飾演曹操 嘩好厲害 一人分演兩角 在同一個舞台上 少一點功力 都不可能做到 在打完仗之後 半日安就回到香港 在高星戲院定期演出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去欣賞 半日安的首本名劇 什麼狐不歸呢 雖然她不是電影的主角 不過她是全電影最搶眼的角色 叫一個大男人 反串 她走出來高高大大 折折折折 一點涼涼腔 一點涼味都沒有 怎樣反串扮女人呢 不是呀 導演為顏色英雄 找她扮老太婆呀 找她反串飾演 文芳士這個角色 插著龍頭拐掌 一個泰軍走出來 真的 氣勢確是大殺四方 除了反串扮女人之外 她也是開面演出過 浮漢室內的曹操 還被觀眾專稱她為 活曹操 在外老拜壽裡 她就飾演外老 多厲害呀 一個男演員 可以扮女人 扮老人家 演戲勢如虹的曹操 放下不可一世的角色 又可以 做外老 還有 雕蟹裏的董卓 六月雪裏的菜婆子等等 什麼角色都難不出她 全套戲最搶鏡的人就是她 做醜身做得這麼厲害 被人稱為得到最多好評的醜身 原來演戲演得厲害之外 她也是編劇 她曾經編讚粵劇 她親手編讚的作品 就有《鐘樓陀俠》 同時她也冠錄過唱片 其中最出名的就有 《冬前立鴨》和《大鬧梅之虎》 《冬前立鴨》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怎樣 半天吊又未乾得完 是什麼意思呢 有沒有朋友聽過《東前立鴨》這隻唱片 可不可以給少少提示 劉國賢告訴我們 究竟《東前立鴨》是說什麼呢 不得不提 高大威猛的半日安 山鬼野少 相信一定好得到女影迷的歡心 不過實情半日安是癡心情長劍 仿狂樹一條心 自從她太太病世之後 半日安一直沒有再娶老婆 只是專心工作 一個資深的演員 一個識編劇的醜身 可以演活男、女、中、奸 什麼角色都被她殺光 她一點都不自私 她將自己不生的功力 傳授給其他演員 她本身最熟悉的是 薛派的名劇 剛才提過的《湖北歸》 《花染狀元紅》等等 從前沒有科技的年代 教授粵劇當然是口耳相傳 半日安就毫無保留 將薛國仙、上海妹 還有她自己的全套技藝 演繹給林家昇、李寶瑩和陳浩球 幾位年輕演員 親身現身說法 握著她們的手 教她們如何演 凡事親力親為 傾狼而受 不知大家記不記得 在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只有男人才可以演戲 不過一路等等等 等到1933年 香港修例 就被男生和女生同班演出 於是所有戲班都真相招聘 一些男女演員 不同的戲班紛紛湧現 有男又有女 我們知道的就有 馬斯珍配譚蘭卿 陳錦堂配關影連 八玉堂配陳艷龍等等的組合 另外 薛角仙和唐雪卿 就賞識上海妹半日安 夫妻檔配夫妻檔 於是薛角仙夫婦 就招攬了半日安夫婦 來到國仙星劇團 半日安和上海妹 於是 就長期和薛角仙合作 在薛角仙劇團裡 半日安有份演出的湖北龜 劇本裡有很多口白 口鼓 滾花、白膽等等的淨搶戲 相對來說 就沒有時下的一些劇本 裡面有那麼多小曲 大家想想 淨搶戲 即是不說話 合上口也有氣 這些就真的會作氣 牙斬斬嘴嬌 好像我這些 真的只剩盤牙 然而半日安 他除了演繹不同的角色之外 他還精於演一些靜搶戲 即是說 從前物片一樣 功力不夠深厚 都不用指意可以升任 半日安的演戲功力 無用之意 他除了演醜身 醜到拿來之外 演老太婆 也是一絕 大家還記不記得 胡不龜的惡家婆 真是好厲害 見人就要說人話 見鬼又要說鬼話 對著你 又是仁慈的媽媽 對著她 就是 惡死能登的家婆 軟眼兼絲 有時低聲下氣 哎呀你收留我這個老太婆 一時又鼓鼓滑滑 我看的版本 都是電影的版本 如果大家有幸看過 半日安在台上的粵劇演出 一定有看過 她在劇中的 遺妻 迫飾 哭墳 等等的截止戲 每一出都是深入民心 為何我知道她是景 因為 演粵劇演到要出唱片全世 不是出出戲 每個演員都有這樣的本事 是好看的 真是欲罷不聞 首先你看到她的老人家造型 已經忍不住繼續追看下去了 所以在出唱片全世之後 直至現在 青年後輩的演員 一直都有演出 這一出胡不歸 將她流傳於世 超級戲寶 半日安 她飾演 惡家姑文芳士 在戲中 她的拍檔有 還有靜印花彈 上海妹 即是她老婆 還有余麗珍 哎呀 拍呼情戲的余麗珍 真是不哭都感覺到她好苦 還有 方艷芬 鄧碧雲 吳君麗 李寶瑩 和陳浩球等等 全部粒粒巨星 真是 群蛋拱照 半日安 到了1950年代 半日安就參與 花彈王方艷芬的 新艷陽粵劇團 參演多部粵劇的戲寶 包括 紅聯喜 鴛鴦雷 八蛇轉 綠月雪 和 黃寶村等等 她也獲邀參加過好幾個劇團的演出 例如她參加過新馬劇團演出 《金川龍鳳配》 還有 李寶瑩和林家昇的寶鼎劇團 另外還有和鄧碧雲拍檔演出 《彩聯燈》 既然《湖北龜》裡 反串造老人家演出色 於是 唐迪生編寫了 《琵琶記》和《西雙記》 邀請到半日安擔任 《適合腦彈》 《適合腦彈》 即是年長的婦人 不是腦水彈 不要太為食 聽到腦彈 就以為腦水彈 不氣 不如和大家玩一個 武長問答遊戲 有一說話 半日安和馬斯珍 是結宜的父子 究竟 熟真熟假呢? 知道的朋友 不如劉國賢告訴大家吧 到了1960年代初期 半日安、靚翅伯、白龍珠等 的甘草叔虎 著手栽培粵劇界的 新血、新力軍 扶翼後輩 在慶新星劇團裡 就幫忙 教導剛剛上位的 林家昇和陳浩球 他們打響頭炮有演出 無情寶劍有情天 雷鳴金鼓戰搖聲 仲仙同慶賀新星 好像這齣戲現在改名叫做 《喜得銀河譜月歸》 除了粵劇之外 半日安確實是零影雙妻 他早在1934年已經開始拍電影 開頭他是幫忙參與 扭計祖宗這齣電影 他正式主演的第一齣電影 叫做《一夜風流》 是在1935年上映 根據找得到的紀錄 半日安由1934年至1964年期間 演出大約有260部電影 好戲連場就不用說了 而他主演的著名電影就有 1941年的《左慈氣槽》 1948年的《雙人頭賣舞》 1957年的《樂神》 還有大家都很熟悉 1958年上映的《湖北歸》 1959年的《川金寶線》 同年還有另一齣上映的 叫做《六月雪》 還有1961年的《金鳳斬交龍》 還有1963年上映《雷鳴金鼓戰搖聲》 這一齣粵劇截止戲 做得這麼成功 當然要搬上大銀幕 讓我們遲出世的觀眾 都可以有機會一睹風彩 而半日安最後參演的一部電影叫做 《滿堂吉慶》 是1964年上映的 半日安和檸檬一樣 為演藝界 貢獻了幾十年為香港人 帶來無限的歡笑 他兩位都是鞠躬盡墜 拍戲拍到他走那一年 半日安最後一出電影在1964年上映 而他亦在1964年 在法國醫院病逝 近年很多人都說 香港人很喜歡上班 努力工作 拼勁、奮鬥 似乎都是香港人的精神 看回金草演員 檸檬和半日安 他們都是一路上班 做戲做到走那一年 繼續做 其實毫利活很多電影明星 真是做到八十幾歲 九十幾歲 繼續做 不過我相信在香港拍戲 就沒有人那麼舒服了吧 香港確實有很多人很堅毅 打得捱得 為自己的事業拼搏 亦為社會貢獻 他們做的戲這麼好看 大家上班這麼辛苦 回到家看出戲 或者放假的時候 進去戲院看出戲 整個人都開心了 而這位值得大家尊敬的名寧 半日安先生 他原本在六十年前 亦即是甲神龍年 和今年一樣亦是甲神龍年 在上一個甲神龍年的新年期間 他在灣仔修盾球場 擔任慶新星劇團的《花開感受帝王家》中的醜角 這個劇團在修盾球場公演8天後 亦即是年初八夜晚 轉移到王國伊麗莎白青年館公演時 根據1964年3月4日工商版報報道 在年初八當晚 半日安已因為心臟病的舊患發作 逼不得以終止登台 找了其他人代替演出 半日安入了聖德拉薩醫院 亦即是法國醫院 在裏面延醫診治 但病況日趨惡化 延治到1964年3月3日不治 享年62歲 他離開時大女已經嫁人 還有一個在英文書院事業的兒子 半日安申前的好朋友 麥丙榮、譚初等 組成治喪委員會 定命一下午 在九龍殯儀館舉行大臉 隨即運送鑽石山火葬 長舉行火葬 1964年香港人口一定少過現在很多 這個報道 是1964年3月4日的工商晚報 從前人口比較少 辦事效率都相當高 半日安的太太上海妹 就被他早十年鮮柔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17歲踏台版正式演戲 一直做到62歲 做到人生最後一天 依然堅守崗位在舞台上 連農曆年都不放假 在劇團裡一直扶持後輩 栽培新人 半日安演繹的角色 無論是上國夫人 菜婆 公子雲 文芳士 胡道 許福 或嚴練 他演繹的每一個角色 無論造型 服飾 人物動作 說話語氣 全部都不同的 絕對沒有拘離於同一個風格 他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 他的粵劇造藝 爐火純青 揮灑自愈 可以說是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如果你想到有一個演員 他可以像半日安一樣 飾演中的又可以 間的又可以 男又可以 女又可以 老又可以 聯又可以 同一場戲 飾演兩個完全不同的角色都可以 究竟 還有沒有一個跟他奇古相當的人呢 粵劇 電影 唱片 編劇 樣樣皆能 如果你想起有這麼厲害的演員 請你劉國賢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喜歡半日安的話 請你給個Like 支持我們的節目 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我們的節目 給你喜歡的朋友知道 按鈴鐺 等我們有新節目上加的時候 YouTube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 感謝大家收聽收睇我們的節目 祝大家無論老的亂的都平平安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給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